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来说就是形成一个反衬 两组的同学都有提说 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来搞笑的话 每一幕每一景都是打打杀杀 那个效果其实就是经济学不是讲 是边际递减效应 就是杀第一个人觉得很恐怖 杀第十二个人觉得还好 所以中间让你就是稍微反衬一下 看到就是可以用你脑袋另外一个层面去笑一笑 然后接下来又回到那个阴城的阴谋 那个比较有feel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嘛 譬如说如果整场戏都没有人搞笑的话 那作者就没办法发挥他的双关与幽默机制 这个我们第三组会提到 第三题会提到 然后另外就是 如果作者他 你懂他灵感开始枯竭 然后运文写不出来的话 他也可以借由写散文的桥段 稍微缓和一下 然后就是再充电 因为毕竟这个时期 我们一直在讲 那个戏剧是大众娱乐 所以剧作家也都是 剧本都很快就生产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篇剧本都网易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烂 没有必要保存 就不见了 所以这是几个 这两个人在这出戏里面扮演的功能 大概是这样 这种反称做最好的 其实是莎士比亚 他的悲剧里面 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搞笑角色 他的喜剧里面 也会有一点悲剧成分 所以历来就有人讲说 杀剧最反映人生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人生 最悲惨的时候 也有他幽默的一面 然后最快乐的时候 也有他的阴沉的一面 人生很奇怪 就是这样子 所以加入这两个搞笑角色 也让这出戏比较有那个感觉 好 第二题 就忘记说 我妹妹这么美 她美德也一定 就是很有美德 这样子 这句话 同不同意 这题也是由两组来挑 有趣的是 两组的答案 两组的答案 好像 也都不大同意 就是说 什么外表很好看的人 内心就已经很美吗 我们乍看下 好像也觉得不一定 我们也应该认识过 一些外表还不错的人 但是内心蛮丑陋的 可是我们光用这样的语言 去比喻 其实就已经反映出来 我们比喻一个人的内在 很缺德 也是用美丑来比 可见 好像还是有某一种观点 所以我刚刚有在 跟第二组在讨论说 对打一开始 可能觉得就是 人不可貌相 可是 认识一个人 久了之后 你对他一开始的外貌的印象 会不会受他的 内心的 个性所影响 比如说 你一开始认识一个人 觉得他 坦白说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 认识久了 觉得他这个人心地善良 然后 都很温和 然后照顾人 什么什么的 会不会久了 就是觉得 好像也有一种美 就不只是一个比喻 而是看到这个人 的时候 会觉得其实他 外表好像也变得 更有 有加分这种感觉 相反的 乍看一个人 觉得好像很美 或是很帅 可是认识之后 发现他这个人 真的是太可恶了 就是非常缺德的人 是不是也会影响 我们对这个人 外貌的评价 比如说可能觉得 他的外貌只是一个 就是什么 俊美的外貌 只是一个假象 或者是 正因为 掩藏着他 内心丑陋的一面 所以那个外貌 看起来也特别的 有欺瞒的感觉 加深了 对他的不可信任 所以 这题 内心与外貌的关系 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 美丑 我们说当然就是 什么什么艺术 美丑都是主观的 没错 但是这个主观 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不一样 而已 他还代表说 一个人对美丑观的 看法 也受他的人生经历影响 就是每个人看的不大一样 为什么不大一样 就是因为根据 每个人人生经验的 不一样 所以对一个人也是 每个人跟这一个人的 关系不大一样 也会对他外貌展现出来的样貌 也有不同的评价 这个就可以反映在 这出戏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谁讲的 是Giovanni讲的 他讲他妹妹 他这么爱着他妹妹 他当然会这样讲啊 什么我妹妹这么美 想必他心地善良 就是又是在合理化 他的不伦之恋 可是如果他妹妹 譬如说 拒绝了某一个追求者的 的追求 那那个被拒绝的男的 会不会 对于 Annabella的外貌 也会有不同的观感 好像 原本以为是美的 结果是一个 独心女的外征之类的 因为这也就根据 他跟Annabella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一个主观的 这个审美评价 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中跟 跟人互动或是欣赏一个人的 的个性或是外貌 其实也 可以留意这一个层面 真正认识一个人才 就是看得出他的个性 然后他的个性 有时候也会反映在你对他外貌的 评价上面 这个其实才是 这个什么新柏拉图主义这个哲学的 内涵在这里 并不是什么 用什么电脑分析说 这个人的脸的 那个美度多少 之前真的有人这样做 之前有科学家真的去比对好莱坞女明星 然后看谁的脸最美 然后他们美的评价是符合黄金比例 然后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Amber Heard 是全好莱坞最美的女星 所以可见科学是分析不出来的 还是要看人跟人的关系 好 第三题 为什么这部系 会有如此多之性双观 或是跟身体相关的双观语 我坦白说 我这学期换了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的注视 好像没有那么凸显那些性双观 但还是有一些 好 所以一般来说 在英国文艺复兴的悲剧里面 甚至喜剧也有了 会出现性双观 跟性或身体相关的笑话 通常就是 有两个 主要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跟 第一题一样搞笑 缓和气氛 让你去想一想别的 然后再把你带回来 继续进入主剧情 第二个功能呢 是来凸显 讲这些笑话的角色 的位阶 他是比较低下位阶的 因为常常就是 你看我们 男女主角 俊男美女两个 彼此都讲说 他帅啊 他美啊 什么 然后反映什么 心地善良啊 是个好人啊 天使啊 什么 但是阶级比较低的人 在讲别人 都是讲什么 什么 很想跟他上床 或是他的性征很突出 什么 所以形成一个高低的反差 等于在凸显角色的位阶之不同 好 谢谢 我们看第四题 第四题这边 我们上一周看到说 Richard Detto 发现Grimaldi也想要娶 Annabella 就跟Grimaldi说 可是Annabella要嫁给 Sarenzo耶 怎么办 然后Grimaldi就说 没关系 我把他杀了 然后Richard Detto说 你先别急 你要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去 然后我给你毒药 你跟他决斗 后来Grimaldi真的就这么做了 可是他误以为 那个是Sarenzo 其实是另外一个人 是Burghetto 因为我们知道Burghetto 也喜欢Annabella 所以Grimaldi杀错人了 但他毕竟还是杀人了 所以呢 他就开始逃跑 然后呢 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公民 一开始讲嘛 He's a Roman gentleman 所以呢 罗马那个时候是教廷国 他就跑去找大主教 然后大主教的决定 是说要把他送去 罗马受教宗的庇护 我们可以看这一段 三之九 之55到61 所以是四四五页 在这边 Cardinal 大主教 我们其实可以 再往前看一点 就是Grimaldi 这个向大主教求情的地方 好 所以Grimaldi向大主教 他跑去找大主教的 然后其他人追上来了 然后大主教说 你们在闹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Grimaldi就开始 向大主教求情 In presence of your grace 那个比试跟看不起的心态 然后后面还跟着一堆他的小罗罗 Confederate是同伙 他们 这是完成式嘛 Have 经常 I to be revenged 为了报仇 For that I could not win him else to fight 因为我其他方式 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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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had thought by way of ambush to have killed him 想要用 埋伏 偷袭的方式 来杀他 ambush是埋伏嘛 那他这边意思是偷袭 But was unluckily therein mistook I was mistook 就是I made a mistake therein 所以上周讲过嘛 就是in this thing in which 所以人们要埋伏 把Sorendo杀掉 结果误杀了Bergetto else 要不然 我没搞错的话 He had felt what lateBergetto did 他 Sorendo 就会感受到 已故的Bergetto 所感受的 And though my fault to him were merely chance 而虽然我对Bergetto的过错 只是 误打误撞 就是不小心的 chance 机人 Yet humbly I submit me to your grace Dan我还是把自己 送上来给大主教 您 To do with me as you please 让您随意处置 As you please 如您所认 好 所以Grimaldi 等于是把自己 就是 向大主教 自拖罗网去了 然后大主教说 Rise up Grimaldi 所以显然Grimaldi 这个地方 跪下来的 他叫Grimaldi 起身 You citizens of Parma If you seek for justice No As nuncio from the Pope 我称为 教皇的 亲信 For this offense I here receive Grimaldi into his Holiness' Protection His holiness 是对 教皇的 金称 所以 Grimaldi 犯了这个过错 我把它接收 进那个 教皇的 庇护之下 Into someone's protection 这个现代英文 也还是会用 由谁来保护 He is no common man But nobly born 他不是凡人 他是贵族出生 Of prince's blood 他是血脉 有王子的血脉 Though you Sir Florio thought him to mean a husband for your daughter 命不是凶 不是比令 是出生太低 虽然你 他这边 像Florio讲话 认为他出生太低 不配你女儿 If more you seek for You must go to Rome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的话 你自己跑出罗马去 For he shall thither Thither就是 Go there的意思 因为他会向那边去 Learn more wit For shame 你们这些人 太可耻了 知识不足 Wit嘛 知识 Bury your dead 就是使人 埋一埋去 然后他这边 向Grimaldi讲话 Away Grimaldi 走吧 Grimaldi Leave them Leave them 把他们留下来 然后Exeant Cardinal and Grimaldi 这两个人 就离开舞台了 所以Grimaldi 误杀了一个人 不但没有 接受处罚 还 这个 由大主教 接受 给他宗教的庇护 不准世俗的权力 去处罚他 那我刚刚私底下 这个是第八组的 选择题目 就是说你们觉得 这样的发展 对不对 合不合理 正不正义 然后第八组是说 很难讲 就是 你们是说什么 对错 什么有 什么什么 你们刚才是怎么讲的来着 我想起来 他们刚才讲什么 就是说感觉怪怪的 可是又说不太出来 哪里怪 现在他们隔了一个 下课时间想出来了 就是 为什么在 Parma发生的事情 然后要把 这个嫌疑犯 送去罗马 为什么不当地解决 又不是说当地没有法官 没有权利 那个人物 可以来决定 所以 虽然说感觉 有把它送进 某一种体系 有正义 官的体系 但是为什么要特别 送去那个体系 没错 这个就是大家 在戏里面觉得 很怪的地方 Donato 就是Bergetto的 伯父 他说 Is this a churchman's voice? Dwells justice here? 正义住在这里吗? 住在这个声音之中吗? 就是这个声音 真的有正义在里面吗? Florio说 Justice is fled to heaven and comes no nearer 这样看 正义好像飞去天庭去了 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以他们 并不是说 大主教这样决定错了 而是说 好像 大主教这个决定的里面的正义 好像跟我们 一般生活中认知的正义 也有落差 所以 就像第八主讲的 为什么送去罗马 为什么要用 教廷的 制度跟法律来 处决 或是判决 鬼猫的 为什么不用世俗的法律条款呢? 答案就是大主教讲的嘛 他是一个贵族出身 那所谓的贵族 其实我们知道 他意思就是 是一个罗马公民 是教廷国的公民 所以虽然是在这里犯的错 但是要送去教廷国去审判 所以大主教讲法 好像也没有不合理 只是说 留在巴马的这些人 就会觉得很不甘心 杀的是我们的人 但是我们没办法处置 而且大主教他讲的 他虽然意思是说 由教廷来处置 但是他讲的是 我把他收进 教皇的庇护之下 他强调的点非常奇怪 他并不是说 由教皇来处置 而是说你们不能碰他 很奇怪 所以虽然说大主教他做的决定 严格上来说也不算错 但是他的人物刻画也显现在这里 好像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在乎 当地人的感受 虽然他人 他的肉身在巴马 但是他的心灵好像没有真的 跟这些人站在同一条线 所以这个也可以连回 我们上一周提到乱伦 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败坏的迹象 所以一方面 这举心目前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居然是败坏社会秩序的一个恋情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第一次有人受法律处置 居然是有一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主教 做一个让大家都很愤怒的处置 我们再再看到这出去 好像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跟建制 有某一种批判精神在这边 好 我们再讨论第五题 Annabella即便嫁给Sorenzo 真的还是会对Giovanni一心不二吗 这题也有交给两组去回答 然后两组的答案刚好相反 有一组觉得很难啊 而另外一组觉得应该会吧 所以这两个情况 我们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 我们上周有看到Annabella跟Giovanni 彼此向对方做出承诺 会永远爱着对方 至死不渝 可是因为他们是乱门关系 所以没办法就是 他们只能秘密结婚 不能公开结婚 所谓秘密结婚的意思是说 没有证人 我们现在结婚都要有证人 才算就是合法 但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 上帝也是证人之一 所以你即便四下无人 还有上帝帮你作证 只要你们两个人都对 圣经发誓说 有结婚 有许愿什么什么 那法庭也会承认 所以他们其实是秘密结婚了 但是不能公开 然后因为乱门关系 谁都不能知道 所以呢Annabella就没有合理的理由 拒嫁给任何人 他只能挑出 他觉得最无害的一个人 嫁给他 他最后就决定 嫁给Sarenzo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会不会变心呢 有一组觉得他会 虽然Sarenzo 我们上周看到 他对诗的体会非常的肤浅 好像也不是 多么跟Annabella 匹配的先生 但是这一组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嘛 你跟人家相处久了 很难 这个 很难去避开这个优点 很难看不到啦 然后结婚 理论上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Annabella还算年轻嘛 跟一个人结婚 然后今年累月之下 也有可能会变心啊 maybe 那另外一组就觉得说 应该是不会变心吧 都已经许诺了 然后 这个 心里一直都会想着 Giovanni 然后他也知道 Giovanni爱着他 没有理由变心 也许可能什么半夜 会出去优惠之类的 但我们直接想 这两个可能性 如果Annabella变心了 然后拒绝跟Giovanni 通信 拒绝跟他往来 Giovanni会怎么反应 他这个热血青年 会怎么反应 相反的 如果Annabella 就是在公开场合 跟Soranzo结婚 然后什么 也跟他发誓 至死不游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就 Soranzo发现 Annabella 私底下去 去优惠 外遇 然后他一调查 发现外遇对象 居然是他的亲生哥哥 这Soranzo又会什么反应呢 所以其实不管 到底会不会变心 这出戏一看 就好像是一个悲剧收尾 问题出现在 那个情境本身 大部分悲剧 不就这样吗 就是 有人说 悲剧的定义是 情况 不得不像一个 人会死掉的结尾发展 你们上过西洋文学概论 读过那个什么 伊底帕斯 就是什么 杀了他父亲 跟他母亲 结婚生子 生女 然后 瘟疫来了 然后问先知 为什么有瘟疫 然后先知说 是你害的 然后他去调查 他自己的出身 然后才发现真相 因此有悲剧 就是发现 他的人生 整个都是误会的 然后造成 大家的死亡 什么什么 然后自己把眼睛 眼珠子挖出来 然后把自我放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结尾 因为他一开始 在路上遇到他父亲 把他父亲砍了 为什么会把他父亲砍了 因为他个性高傲 有人家挡他的路 他就是受不了 就把他父亲车子 往旁边一推 父亲然后就摔死了 好像是这样吗 还是他有拔刀 把人家砍死 总之就是他把自己父亲杀了 不知道杀自己父亲 这出戏作为悲剧 有人觉得就是因为 伊底帕斯的个性死燃 一个人的个性 没有重大变革 是不会变的 没有人生巨变 是不会改变个性的 所以这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情况 剧情不可避免的 向死亡发展 这个情境也是 Annabella Giovanni 彼此相爱 秘密结婚了 但是Annabella 趋于社会期许跟法律 不得不嫁给另外一个人 制造了这样的情境 往下发展 势必会有人挂掉 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 这出戏的结构 是一个标准的悲剧结构 OK 所以这五个讨论题目 有要提问吗 除了我们 我们把第三题忽略掉 1245这四题 有要讨论吗 有要提问吗 好 所以今天回去功课就是把技术系读完 下周会发新的讲义 我们下周就是 讨论题目 讨论完之后 会介绍下一个单元 OK 那今天我们是从 不是今天啊 下一周我们从四之一开始读嘛 那我们来 从四之一开始带读 这个就是445页 等我一下 OK Act for scene 1 A banquet 晚宴 好 这个字 这个字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 这个字发音叫Obo 它是法文发音 法文H开头 没有那个喝的音 然后每一个音节的结尾止音 也是静音的 所以是 O-A-U-O 然后Bo 复述 有趣的地方在于 英文也有这个字 Obo 但是它的拼法非常不一样 英文的拼法是 O-B-O-E Obo是什么呢 是好像是低音直笛 低音长笛 所以有人在演奏音乐的意思 所以有人在演奏音乐的意思 晚宴嘛 音乐嘛 场景就给你铺好了 Enter 这一景有谁呢 The Friar 第一幕第一景的那个神父 Giovanni Annabella Philottis 就是Richardetto的外甥女 Sorenzo Donado Donado是Brighetto的那个伯父 Florio 就是Giovanni跟Annabella的父亲 Richardetto 乔装医生的Richardetto Putana Annabella的保姆 And Vasquez Vasquez是Sorenzo的仆人 这两个人位阶最低 所以放最后面 好 有回去乖乖读剧本的人都知道 Vasquez对于 很多阴谋都了解 甚至他自己有主导一两个阴谋 所以他是幕后人 知情人 Friar These holy rites performed uh oh Holy rites 神圣的礼仪 已经完成了 然后又有晚宴 所以刚刚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样的神圣的礼仪 是婚礼 是Annabella跟Sorenzo的婚礼 没有演给我们看 他演就刚结束 然后开始那个婚宴 Now take your time to spend the remnant of the day in feast 接下来时间 你们自己讨论 不是 你们自己就是 是享受 这个 剩下这一天的 那个美食 feast remnant是留下来的 剩下的 所以 就是说 好 婚礼举办完了 接下来开始吃东西 Such fit repasts are pleasing to the saints who are your guests 如此 適当妥事的 进食 又是食物 对于 也来做客的圣人 是美好的 因为这个是 宗教婚礼嘛 所以来的人 不完全都是凡人 有些圣人 看不到的圣人 就是什么鬼魂啊 圣人 也来的 Though not with mortal eyes to be beheld 在这边讲嘛 一般凡人看不到 to behold 就是看到的意思 Long prosper in this day You happy couple to each other's joy 祝新婚 那个新郎新娘 就是 什么 永远幸福快乐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是神父嘛 所以婚礼就是他主持的 然后神父讲话话 接下来就是新郎讲话 Father Your prayer is heard 你最后这个祝福 我们听到了 The hand of goodness hath been a shield for me against my death Hand of goodness 其实就是比喻 就是那个上帝啦 就是 一切美好事物 作为我防范死亡的盾 那这边讲的就是 Grimaldi原本要杀他 结果误杀Brighetto 这件事情 他说他这件事情 被上帝庇佑 And more to bless me 更祝福的是 Hath enriched my life with this most precious jewel 用这宝贵的宝石 珍贵的宝石 让我的生命 更丰富 他在这边讲 珍贵的宝石 是讲谁 他在讲Annabella 他刚结完婚 他就把他妻子 比喻成一个宝石 Such a prize 如此珍宝 As earth hath not another like to this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没有 hath not 没有 另一个 跟这个很像 所以独一无二 Cheer up my love Aha 他像Annabella说 开心起来啊 可见Annabella 现在脸色 不是很开心 And gentlemen My friends Rejoice with me and mirth 跟我一起欢庆 Rejoice 就是celebrate 然后mirth 是欢乐 开心的意思 This day will crown with lusty cups to Annabella's health Lusty 是负的意思 满的 所以我们来 就是盗满的酒杯 来庆祝Annabella的健康 To crown a day Crown是皇冠吗 作为动词 就是让这一天 锦上添花 Giovanni aside 他跟自己在讲话 Oh torture 这太折磨人了 Were the marriage yet undone 但愿这场婚礼 可以就是把它 就是拆开来 Ear I endure this sight 宁可把他们的婚姻 拆开来 我也不要忍受 看到这个景象 Ear是before的意思 但是这个句子 它不是先后关系 它是一个程度的比较 宁可他们的婚姻拆散 也不要忍受 见到这个景象 什么景象呢 To see my love clipped by another 看到我爱的人 被另外一个人掳走 I would dare confusion confusion 上次讲过是下地狱 And stand the horror of ten thousand deaths 宁可死一万遍 也不要看到这景象 所以 他说他爱他妹 他怎么不祝福他妹的 感觉好像吃醋了 这个很有意思 一开始 Jofani是我们的男主角 然后心地一片善良 都是充满了爱意 然后什么什么 结果到这个时候 就是开始扭曲吃醋了 然后这个时候Vasquez 看到他这个样子 Are you not well sir? 你身体还好吗? 就是脸看起来很痛苦 Jofani说 Prithee fellow wait Prithee就是请 Please的意思 请你稍等 不是啊 Wait不是等对不起 Wait是请你去做好 你服务生的工作 现在服务生 以前啊 以前服务生叫waiter嘛 waiter waitress 就是从这个动词来的 Fellow是朝 比较低下阶层的人的称呼 现在的意思是伙伴 但是以前是朝低下阶层 所以他说 好了你这个仆人 你快去服务别人啦 I need not thy officious diligence 我不缺你这个 那个叫什么 殷勤的 那个关切 Florio说 Seignior Donato Come 来来来来 You must forget Your late mishaps 你务不要忘掉 你最近的那个 叫什么 就是 衰运 And drown your cares in wine 用酒浇愁 那这边 英文会说 drown吧 用 把那个 愁 淹过去 淹下去 中文就是 借酒浇愁 然后 Sarenzo 叫他的仆人 Vasquez Vasquez My lord 然后他说 Reach me that weighty bowl 把那个 贵重的碗拿过来 Here Brother Giovanni Here's to you 刚刚 那边来结婚 就跟Giovanni 就变成 殷勤了嘛 所以称他为 Brother Giovanni 真是雪上 加霜 桑口上 撒眼吧 Jing你一碗 Here's to you Your turn comes next though now a bachelor 就是祝福他 也能够迅速地 找到他美好的 婚姻对象 虽然他现在 还是单身 你能想象 Giovanni 现在有多痛恨 Here's to your sister's happiness and mine 我们喝一杯 敬你妹妹的 幸福 以及我的幸福 Giovanni I cannot drink What? to indeed offend me 要是喝的话 就是冒犯我的 然后Annabella 讲话了 Pray do not urge him if he be not willing 他不想喝 就不要强迫他 你会注意一件事情 这是 Sarenzo 跟Annabella的 婚礼 Annabella 要等到28行 他才开口 有点 感觉有点奇怪 而且他开口 是为了 保护 Giovanni 然后 舞台只是 听到 那个 木长笛声音 音乐 Florio How now? 就是 怎么回事 What noise is this? 这是什么声音 Noise 这个时候 不是噪音 单纯就是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Vizquez Oh sir I had forgot to tell you Certain young maidens of Parma in honor to Madame Annabella's marriage have sent their loves to her in a mask for which they humbly crave your patience your patience and silence 啊对 忘了跟你说 Parma的 有一些年轻女子呢 为了庆祝 Annabella的婚礼 把她们的祝福 Love 这边可以当作祝福 来解释 把她们的祝福 变成 叫什么 戴面具的舞会 的音乐表演 来送上来 Mask是一种音乐表演 它是一个 它制成一类 像我们现在说 什么歌剧啦 精细的 芭蕾舞啊 Mask是其中一种 音乐表演 是戴着面具的 所以叫Mask 而为此 他们希望 大家可以 就是耐心 并且静静的观看 这个当然是 自谦之词嘛 Patience 请有耐心 这是自谦 Serenzo说 We are much bound to them 我们为此 很感激他们 Bound 绑在一起 以前觉得说 如果你很感谢人家 就是 你欠人家一个人情 所以你跟他 有关系的 绑在一起的 所以他说 We are much bound to them 就是我们非常感激他们 So much the more as it comes unexpected 更因为是惊喜 所以特别感谢 So much the more 是更 然后更感谢 那个感谢 神对掉了 As是因为 所以因为他来的 意料之外 我们更感谢他们 Guide them in 把他们带进来吧 啊 那你看舞台 只是说进来的是谁 Hippolyta And ladies In masks And white robes 戴着面具啊 披着白袍 With garlands of willows 头上戴着 柳树的桂冠 所以不是桂冠 是柳冠 柳树在中西的 象征意义都一样 都是悲伤 离别 所以非常不适合 婚礼 然后来的带头的人 又是Hippolyta 就是据说跟Soranzo 有一腿的人 这想必会很精彩 Music and the dance 好 所以他们真的就表演了 有音乐 然后有表演 这种剧本 通常他里面 有提到音乐 提到舞蹈 都失传了 如果你去看现代人 去表演的话 这一定是他们 自己从头去 演你出来的 当时真正的表演 现在已经 不知道是音乐 听起来怎么样 然后表演 是长什么样子的 Soranzo thanks lovely virgins virgins这边不是 他这边只是 纯洁的意思 所以纯洁的女子 谢谢你们 Now might we but know to whom we have been beholding for this love we shall acknowledge it 现在 只要我们 能够知道 我们应该 向谁 来表达 我们的爱 就是我们的感谢 我们就能够 表达出来了 意思就是 你们是谁 Hippolyta Yes you shall know 然后他的动作 是unmask 把他的面具 先走 What think you now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呢 Omnis 这是拉丁文 就是大家的意思 所有人 Hippolyta Jing Hippolyta Tis she 就是她 就是我 Be not amazed 不要那么大惊小怪 Nor blush Young lovely bride Xin niang 也不用为此 害羞 脸红 I come not to defraud you of your man 我来不是为了 抢走 或是 诬陷你的男人 这个时候 他男人 是Serenzo 所以 我不是为了他而来 你不用 不用害羞 什么的 不用感到 就是 尷尬 Tis now No time to reckon up The talk What Parma Long Hath rumored of us both 现在不是 什么什么什么 的时候 不是去 结算 Parma 长久以来 散播 我们谣言 的那些 流言蜚语 现在不是 做这件事情 的时候 Reckon 这个字 现在英文 还是会用 现在单纯 只是think 的意思 我认为 I reckon 但他这边 意思是结算 像一个账本一样 各种谣言 流言蜚语 的结算 Let rash report run on 他们想 就是 莽撞的 去散播谣言 就让他们去吧 所以 Report 这边不是报告 这边是指说 所传的 以鹅传鹅的 那个鹅 The breath that vents it will like a bubble break itself at last 他这边是把谣言 流言比喻成泡沫 泡泡 吹得越大 终究是会破的 所以就让他 让他去传吧 vent 是吹气的意思 这边就是那个 泡泡越吹越大 那个吹气 But now to you sweet creature 他这边是指 Annabella Creature不是动物 虽然 字是同一个字 然后字根 是同一个字根 那这边Creature 是指上帝的创造物 就是人 那当然我们现在说 Creature是动物 也是这个字 就是动物 也是上帝创造的 但他用这个字 就是在强调 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创造的 在上帝的眼中 除了人罪以外 都是美好的 就是用这个字来讲一个人 就是还原到最纯粹 与上帝的关系的 这种称谓 Sweet creature 所以不是讲他是新娘 不是讲他什么贵族 年轻貌美 这些身份 通通抛开 但单纯是人对人的对话 Lend your hand 这个一撇s是us Lend us your hand 就是把你的手借给我 Perhaps it hath been said that I would claim some interest in Sorenzo Now your lord 或许 有人说过 我会宣称 跟Sorenzo的利益关系 他现在是你的主子 那个时候结婚 就是女从男嘛 所以结了婚之后 女的要跟着男的 所以男的是女的的主子 所以一直说 也许有人会说 我来抢你的先生 What I have right to do his soul knows best 我能宣称什么 我有什么正当性 合理性 他自己最清楚 分号 But in my duty to your noble worth sweet Annabella and my care of you Here take Sorenzo take this hand take this hand from me Dan 出于我对你 高贵身份的 责任 Annabella 以及我对你的 关怀 爱意 这边的of 其实现在会讲 for my care for you 我对你的 关怀 出于这两个原因 Sorenzo 把他的手 从我这边接过去 I'll once more join what by the holy church is finished and allowed 叫 停吗 教会 教会所完成的事情 我再一次来结合一遍 所以他等于是 来祝福这两个新郎新娘 但是注意那个 他用的词 allowed 允许的 虽然这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 Jovani跟Annabella的关系 但是剧作家 把这个字塞到他嘴巴里面 等于是在提示 观众 说 这一场公开的婚礼 是相对于 Jovani跟Annabella 私底下的密婚 因为兄妹不能结婚 并不是被允许的 Annabella跟Sorenzo 才是被允许的 好 所以 Hippolyta祝福完之后 他 应该是像Sorenzo 讲 Have I done well? 我这样做 做得好吗? Sorenzo说 You have too much engaged us Engage嘛 就是订婚 他这边说 你等于是给我们双重订婚了 但这是一个双关 他原本一直是说 大为感激 感谢 什么感谢 这一与言表 Hippolyta Hippolyta One thing more 还有一件事 当然 Let you may know My single charity 为了让你真的了解 我一心一意的 慈善心 就是对你的好意 Freely I hear remit all interest I ever could claim 这癖好 神乐是一个V Ever 我在这边 自由地放弃 所有我也许 可以伸张的权利 就是对于Sorenzo的权利 所以remit 是送回 找回的意思 And give you back your vows 你当年给我的承诺 我现在还给你了 And to confirm it Reach me a cup of wine 来来来 给我一杯酒 我们来把这件事情 那个 叫什么 借酒来说定 My Lord Serenzo In this draft I drink long rest thee 我喝这杯酒 Draft就是一杯 那个酒 酒类饮料 我用这杯酒 来祝福你 这个很有趣 Long rest thee 它表面意思是 祝你长寿 但是rest 有可能是死亡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 隐含的解读 是让你就是 死得长长久久 Look to it Vasquez 就是Vasquez 去拿那杯酒 不是啊 他这边是 Vasquez 你去好好办 这件事 好 有乖乖读剧本的同学 就知道 他这样子讲 是因为 先前已经遇到Vasquez了 他不知道Vasquez 是Sorenzo 他知道 Vasquez有过来 然后跟Hippolyta 表示他爱着他 Vasquez 爱着Hippolyta 所以Hippolyta 要报仇 Vasquez 任意帮忙 所以这个时候 Hippolyta 就是叫Vasquez 这件事情要办好 Vasquez说 Fear nothing 别怕 He gives her a poison cup 给他一杯 带着毒药的酒 She drinks 他从这杯喝 喝下去了 奇怪 这毒酒 怎么会是Hippolyta 喝呢 怎么回事呢 Sorenzo说 Hippolyta I thank you and will pledge this happy union as another life 我因此承诺 我这段婚姻 就仿佛就是 重新做人一样 as another life Wind there 来酒 但是Vasquez说 You shall have none Neither shall you pledge her 你也不会给她 什么承诺 然后Hippolyta说 How 这怎么回事 No now mistress She devil 说人家是一个恶魔 Your own mischievous treachery have killed you 你自己恶搞的背叛 把自己杀了 I must not marry you 因此 我不能持你 然后Hippolyta说 Villain Villain不是坏蛋的意思 Villain是骂人的话 翻成中文可以说贱人 然后大家就很混乱啊 怎么回事 What's the matter 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跳起行好了 他这一长段 在跟大家解释 他耍的阴谋 就是Hippolyta 人们误以为Vasquez爱了他 所以叫Vasquez来害Sorenzo 殊不知Vasquez是一个双面间谍 他是为了保护Sorenzo 假装帮Hippolyta 但是在关键时刻 把Hippolyta害死 他有没有讲 他没有明讲啦 但是他有说 And now have fitted her a just payment in her own coin 他这边是用金币的比喻 在讲的是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所以Hippolyta 原本要把Sorenzo堵死 现在Vasquez就一样 把Hippolyta堵死 have fitted her 就是以此方式最妥当 a just payment 正义正当的付款 in her own coin 用他自己的硬币 所以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然后他讲解完之后 大家都说 Wonderful justice 太正义了 然后Richardetto说 Heaven thou art righteous 上天真的是太正义了 如果有个皇帝的话 就是什么皇上圣明 然后Hippolyta死前 讲一堆就是撒狗血的话 然后最后 oh oh dies 死了 然后到这边是整场 这一整景 Annabella为二 开口了一次 It is a fearful sight 这景象太可怕了 然后讲着讲着 把衣体带走啦 bare hands the body 把衣体带走 然后大家就离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场戏 非常的复杂 有婚礼 然后有Giovanni 在那边 就是 很不会送 然后Annabella 也好像 不太愿意开口 也不太想要讲话 看起来好像 也有点抑郁 因为Soranzo 叫他要 Cheer up 开心一点 然后突然 闯进来一个Hippolyta 然后说什么原谅的Soranzo 什么 原本的一些旧事情 都过去了 就算了 敬他一杯酒 来表示祝福 结果他自己 喝的时候 Vasquez突然说 你喝的是你原本 要用来毒死Soranzo的毒药 然后大家面具都 拿下来 然后彼此大骂 什么 然后就挂了 然后大家都说 这件事情非常好 这景大概是这样的 中间有一些小小的细节 我们就跳过 OK 有要提问吗 好 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景 其实已经回答 下一周的第一个题目了 已经有涵盖 那一题的范围了 然后 其实你们每一次读 如果 看不太懂啊 或是 Got Lost 或是不知道在干嘛 你们也可以用我 讨论题目 当做你们阅读的 的 呃 协助你们阅读的一个指引 因为 通常就是 我自己觉得 比较重要的地方 才会写一个题目来 所以你们也可以当做参考 反正都已经贴到木头上面了 OK 今天到这边 把剧本看完 下周再来